不管是機車或者是汽車 要從東坪路777項轉入東坪路 或者是從東坪路轉進來上道 大家都得要小心翼翼 因為這個路口的道路寬度不足 加上緊鄰東坪橋橋樑的護欄 也使得車輛轉彎不易 因為這轉角太死角了 所以說造成說我們的車輛變成只有 原本可以兩台車輛同時進出 變成只有一台車輛可以進出而已 當地廠商說 東坪路在台74線北屯道物封段開通之後 在上下班時間交通繁忙複雜 讓要從這條巷道出入的車輛 幾乎是動彈不得 由於裡頭有十多家中小企業 都靠這條巷道進出 因此地方民旦希望 是政府能盡快將僑密的護欄移除 來增加轉彎的寬度 減少車禍發生 這次我們企業界 這台中的所有的老闆 老闆的老闆已經忍不住了 所以說我澄清 希望說政府早日 來把我們這個777項的路口 建立重要的一個路口 做一個正式的路口 把我們這個不必要的 像這些護欄 這個沒有需要 還要走 右轉就可以走轉嘛 你現在有辦法動彈不走轉 你看每台車這樣轉 是不是早日改善 讓他們出營 恰恰人人 馬中改成 恰恰人人 為了擁入人的出入安全 初始家廠商代表 跟地方民代在現場抗議 希望市府能夠重視 接觸交通瓶頸 不然像這大型車輛 無法一次過彎 得來回到處的畫面 恐怕會一再的上演 記者賴秋風 台中採訪不到 後輩所得要